這個球安打 東哥還是厲害了 歷史要重演嘛 現在就要看牛隊是要在哪一 一臉上跑者走了這個球 壞球 打擊的張泰山 代打的張泰山獲得了保送 所以也推進了原本在壘包上的林迅偉 新東牛隊在九局下半的反攻 現在是一出局 跑者分戰一二壘 張泰山獲得保送之後呢也是可以退場休息 完成任務啦 換上來的代跑則是球配號6號的吳伯鴻 連續的四個壞球 再度出現保送 哇現在新東牛隊九局下半 一出局攻戰滿了 一直到5月20號那場比賽才破功 彥均上來打第一球右邊方向的高飛球 遭到劉富豪接殺現在三點上的跑者 選擇要拼本壘 這個球來不及了 林迅偉滑進的本壘攻下了追平分 張志強勝頭飛掉了 新東牛隊 飛起來很困難 對 林中南這個球 左邊方向的高飛球 還在飛 這個球 再見安打 再見安打 新東牛隊連續兩次都在張志強 班尼歐同場較輕的時候 出現了再見安打 這場比賽 敲出再見安打的是第9棒的林中南 新東牛隊在九局上演了神奇的逆轉秀 攻下了2分之後 最後是以4比3打敗了統一師隊 張志強的勝頭再度是飛掉了 而至於承擔敗頭責任的則是師隊的第三任投手瑞奇 達到勝頭的則是阿福楊建福 我們休息一下再來進行球評時間